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 小吉29岁来自山西营销 小郭28岁来自河北戴业 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 你们这次来的目的是什么 我今天就是来分手的 我们两个感情已经走到尽头 我们两个三观不合 长痛不如短痛 他好长时间没联系我了 我这次来就是为了和他和好 由他原谅 如果我有做的不对的地方 我可以改 你希望对方做出什么改变 我觉得他改变不了 他太传统太固执了 总是把想法强加于我 我觉得还是好就好散 和平分手吧 我希望他可以看到我的付出 接受我的好意 好好把这段感情走下去 这都知足了 所以是男生想来是吧 不想分手 对因为他那个 最近一周没联系我了 然后我就比较慌嘛 然后我给他打电话 他也不接 发微信他也不回 那女生是为什么要来呢 我觉得通过一年多的相处 我们两个就是 不管是生活方式还是三观 两个人都不是很适合 然后我也跟他说过 就是要不然就分开这个想法 但是他还是语音 然后视频轰炸 所以我觉得他既然邀请我来这个节目呢 我想让他也听听各位老师的意见 然后告诉他我们两个真的不合适 好计好算 然后和平分手吧 所以你是想清楚了 是吧 对 我想让他能够痛快一点 接受这个分手的现实 对 是的 他们俩诉求 这有意思 一个是来让我们帮忙劝和的 对 一个是让我们帮忙劝分的 那你说说你为啥 那么坚决要和他分手呢 先从性格来说吧 他是一个分享欲特别强的人 强到都有点唠叨了 就比如说生活中一点特别小的事情 然后他都要跟我讲一个多小时 然后恨不得今天哪个同事 然后吃了蒜跟他说话 然后熏到他了 他都会跟我叙叙叨叨说一个小时 然后他也会跟我说很多 工作和生活上的一些小琐事 就是一说就说半天 然后就很占用我的时间 我觉得没什么 可能逐渐有些小插曲 可能大家不是很了解 这个一年的时间的话 可能放在别人身上 这个热恋的时间都可能还没过呢 而且的话我非常喜欢他 我感觉一个人的话 喜欢另一个人 他其实在遇到之前 印象中已经有他的样子了 然后他正好就是我的喜欢的样子 我感觉是可遇不可求吧 以后可能也不会碰到了 而且我的爸妈还有我的亲戚朋友 都知道我找了一个在国外生活了十年的海归 也是非常有面子 你朋友是海归啊 对对对 而且我感觉三观不随待 什么天生的合适 只有说越来越合适 我可能是飞翔欲有点重 生活嘛就有喜怒爱乐 我把生活飞翔给他 就把爱飞翔给他了 飞翔欲是最高级的浪漫嘛 不是你真的是干营销的 我跟你讲 你刚才里面套了好几层的 这个误导我们的逻辑 首先第一个 他是你的梦中情人 不代表你的梦中情人 就必须喜欢你 对吧 第二个 他说你们三观很不合 但是你套了一个逻辑是 没有人三观是合的 没有人三观合 和你们两人三观很不合 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他现在在表达的是 他觉得你不合适 以及不喜欢你 但你跟我们表达的是 你有多喜欢他 以及你觉得他有多合适 可能就是咱们理解之间 中间会有一些偏差 他不是有总是提到 那个三观不合吗 因为可能他在国外生活过 可能一些习惯了 什么之类的 朋友会比较多 两个人在一起之后的话 肯定彼此是会有影响的 那你去他的圈子里边待过吗 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感觉不是很能融入 还有我本身的话 就是英语一直比较差 我感觉就他们在说加密语言 我觉得两个人谈恋爱呢 就不应该两个人一直黏在一起 就是还是要有彼此空间的 所以我有时候会和我很多朋友 因为我朋友也挺多的 就是和我的朋友聚会 然后可能会玩到很晚 然后也会喝点酒 小酌一下消遣一下 他就对这个事情 有很强的控制欲 然后有点过于干涉我的 除了爱情方面 其他的友情上的生活 他们直接说发生了什么 你邀请过他参与你的 我有邀请过 但是他去了之后 就像一块木头一样 在那站着也不说话 然后我朋友也问我 为什么他不想和我们交流 然后其实我在中间也挺尴尬的 因为他们说的都是英文 我听不太懂嘛 所以就可能会 也会想要融入 但是他们经常也会围在一起 聊得比较热闹嘛 感觉有一种割裂感 所以人家说了嘛 你分享给他的同事 吃了大蒜这个内容 他不感兴趣 就敷衍你 嗯啊啊一下 然后呢 他的生活你也融不进去 对吧 什么英文也说不明白 然后也很难接触 这不就是他说的 你们生活观不一致吗 消费观呢 你们这能够融到一块吗 消费观也不是很能融入到一起 就是我很喜欢买一些 就是那种短短紧紧的 那种辣美妆 他就是觉得这些东西 不是很物美价廉 然后他就对我这个审美 然后还有一些消费习惯 特有为辞 我感觉那些衣服 就不值那些钱 而且他的衣服那个又短又贵 经常就是这种 就是辣吧 辣美妆吧 然后我感觉那个不值那么多钱 而且的话我感觉 为个窗帘其实也可以做呀 您看他就说我的那些衣服 然后像窗帘 他在批评我的审美 然后觉得我这些都不好看之类的 那你觉得买短衣服不划算 那买啥合适啊 他特别喜欢给我买巧克力 而且我已经告诉他 我不喜欢吃巧克力了 然后他还要买 然后各种口味的 然后黑的白的 然后薄荷的之类的 但是我已经告诉他了 我不爱吃 但是他还依旧我行我素 人家都说不爱吃了 你为啥一直给他买啊 那是我精心挑选的一份心意啊 而且大家都送巧克力呢 我也都送巧克力了 但人家不爱吃啊 哎呀 真的是两个世界 男生我问一下啊 你女朋友用你的话说又漂亮是吧 在海外生活十年你也觉得特有面 生活也非常的国际化 那你会担心他吗 就是哎呀 会不会有更优秀的人走到他生活里 你担心吗 这个肯定是会有的 嗯 那你怎么处理你的担心呢 比较关注一些他那些生活 然后可能会花自己的时间 去占用一些他的时间或者空间 就比如大家分享一些事情啊 或者他去的一些地方 我可能也会想去一块去啊 总结一下就是缠着他 阻止他 两件事是吧 你一看你这 人家这措辞说的多美 我要花我自己的时间 去占用他的时间 他说的这个 他空大人去不懂啊 我们给他翻译一下 直白一点对不对 那你会查他手机吗 就简单的查他社交 查他手机吗 这个是我又收不了一个点 就是他曾经查看过手机 看有多少异性之类的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最重要就是彼此互相信任 他这样就是我感觉 非常侵犯我的隐私 老师你觉得说 他手机上多少软件吗 手机上是几个交友软件 而且话很多都是英文吗 我看不懂 但是一些简单的英语单词 我肯定是还是有了解的吗 比如说Honey了 Baby了 就是无论是国内 还是国外 亲你真虎是不是有点太不费轻重了 这个问题女孩回应一下 这只是一个打招呼的方式 然后就翻译成中文 就感觉跟亲一样 我不会主动跟异性去这么打招呼 但是我也没有办法拦别人 就是你不要这样给我打招呼 社交软件指的是 这是男女的这种异性的社交网 交友软件还是 对 交友软件会有点多 就有交友的 然后也有那种通讯的 交友软件都是之前下载的 一直没有卸载 但也没有用 那你要查到他有这些什么 哈你之类的 你怎么处理呢 人家说了没事 首先你刚才也听见了 我不会明确地 让他改变一个事 我总是心里可能会有个想法 然后通过行为 想去影响他 改变他 干啥了 你干啥了 您就直接说 你按理你干啥了 比如说有一次我们俩出去约会吧 然后他就突然突发奇想 就是想看看我到底有多少异性的朋友 然后呢 他就想看我那个列表 我就把我手机给他看了 然后他就开始命令我 然后让我去删一些异性 因为他的异性朋友不是很多 然后他想让我删到和他同样数量的异性朋友 你删了吗 我一开始删了一些就是无关紧要的那种 但是后来我就觉得这样不对 无端删人这个事情挺没礼貌的 就女生其实也不是说 一下子就觉得三观完全不合 也是一个其实努力过的是吧 也想尝试去融合的 对 但是他的确对我的这个交友啊 然后生活啊涉及太多 那你们工作上呢 事业上呢有分歧吗 也是有的 就比如说我之前在国外生活里面一直都是 我工作一段时间 然后有一定积蓄之后呢 我就出去旅行 然后或者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回来之后呢 因为我也投了一些公司 然后也收到了一些offer 但是有一些方面 就是不太符合我的求职的要求 所以我现在也是在待业状态 但是我还是有积蓄的 所以我就还是没有着急找工作 但是没有经过我允许的情况下 然后他就把我的简历给了他的上司 然后想让我去他的公司上班 首先的话我是为他好的吗 我想我俩就是一直发展下去的 因为抱着结婚的目的嘛 也是为他那个负责 也是为我俩的感情负责嘛 然后我就偷偷埋上他 然后和我们的公司提交了一个简历 然后我们那个领导 看了他这个留学十年 也是感觉是高学历 感觉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然后我就把他这个事情就告诉了他 然后他也挺不乐意的 那就是对于工作和生活的安排也不一样呗 那你们这平常什么兴趣爱好啊 吃啊喝啊这些基本的生活的能够磨到一块去吗 也不是特别兴隆住他一起 也不行 他就特别喜欢吃一些个冰淇淋啊之类的 然后有一次大冬天嘛 然后他想吃冰淇淋 我就陪着他嘛 然后我就忍着吃了 然后就上吐下泻的 也就是住进了急诊 那就吃也吃不到一块呗 玩呢 玩的话我就是平常比较喜欢和朋友相聚 稍微有点晚 然后他就觉得这个特别不养生 然后就也会抨击我 就比如说有一次我答应好 跟我朋友一起庆生 肯定要到晚上12点才吹蜡烛嘛 然后他10点半11点 然后就拉着我 让我赶紧回去 我就觉得特别下不来台 大家都在信头上 他这样做特别扫兴 那他的朋友圈呢 你能融到他的朋友里边吗 也没有很愉快 有一次他带我和他朋友一起聚会 然后他居然让我在他朋友面前 表演秀一段英语 这事我都不好意思让我儿子干 就是我有一种 回到了被小时候支配的恐惧 来 唱歌 朗诵不是 对 就是在那个亲戚面前 然后被父母拉着 然后表演那种才艺那种 我是个追星女孩 然后我有个特别喜欢的歌手 我就知道他要在北京开演唱会嘛 然后我就特别想去他的演唱会 我特别想去VIP 原因是因为他有像福利 就是可以跟偶像一起合照之类的 但是那个票的话 那个不好抢 然后我就让朋友买了个山顶票 而且我个人的话就觉得那个山顶票了 还有VIP票了 首先VIP票我就抢不到 而且那个票的话 我也听说那个VIP票的话 是可以和那个明星 那个牵手或者是拥抱的 我就挺不情愿的嘛 哈哈哈哈 人家说是合影 合影 我当时可能做的有些 极端了嘛 现到一个里面来 然后我就网上买了一些 偶像同款的一些个衣服了 然后香水了 还有头套了 然后每次和大家约会的时候 我就穿上那个同款的衣服 然后配上那个香水 然后结果他还是不乐意 我觉得他应该听一听我的需求到底是什么 我需求就是 你陪我去看演唱会 然后有一个很好的位置 让我更近距离接触我的偶像 这就可以了 我不需要你做这些有的没的的 姑娘你没说真话 你不需要他陪你去 对 因为他也欣赏不了 我听了这么久 我一直想问一句 你们两个第一点是怎么在一起的 第二点是女生真的爱过这个男生吗 你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挺有意思的 这哪都不搭 咋就走一块了吗 就是因为他当时追求的时候挺死全烂打的 所以就 追了你多久 追了他 大概三个月左右 我当时就是觉得他很真诚 然后他其实不是 您看他也是不太善言辞 但是他其实就是内心很有内涵的那种人 一直会写情书啊写情诗之类的 可能的话大家就感觉我俩之间有好多之间是不合的 但是的话越缺什么就越喜欢什么 因为我的话不是很擅长社交吗 我在上大学之前我是没出过自己的城市的 甚至说现场都没怎么出过 我非常喜欢一些个社交了 或者是看一些风景了 品尝一些完全不同的美食了 而至于他这个社交这一方面 我是不反感的 如果他是朋友的话我也不反感的 他想说女生身上有很多他没有的 他渴望的什么在国外生活 爱旅游啊 很国际化啊 他向往所以你跟他好了 是吧 我们现在其实奇怪的是 女孩看上了你一啥 就是第二点 你真的爱过他吗 对 我觉得爱这个词有点太重了 所以我没问你喜欢吗 所以说你就说没有了 没有 你们两个情侣比他们稍微年轻一点啊 你们俩觉得他俩还适合在一起吗 我支持女孩子 分手 对 我也支持女孩子分手 哎 你俩会吵架吗 就是像他俩那样你一句我一句 有时候吵架也是一种沟通 你俩吵吗 吵不起来 对 我的性格就是比较浓烈 他感情比较就是平稳 然后我想跟他吵也吵不起来 有地儿没地儿使 对 就像一拳垂到棉花上一样 你们完全都没有建立 你们的沟通和信任 因为就像你说的一样 拳头一直打在棉花上 第二一点就是 你们没有建立成共同的兴趣点 就像你说的 他欣赏不来你喜欢的偶像 但是他写的诗会让你觉得 比较有情调 但是那可能又不是你最欣赏的地方 小吉兄弟 我觉得放掉他 你爱他给他自由吗 你们两个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 我是非常欣赏他那个 身上许多东西的 比如说他非常喜欢各种摔跤旅游 追求高质量的生活 你整场都要表达你的观点 对他多么喜爱 我的理想型就是他一样的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他的理想型是你这样的吗 今天到这个节目来 他上了第一件诉求就是 我要离开他 不撞南墙不回头 你撞了南墙你要回头 今天这件事情已经定了 你们两个不可能在一起的 我们撞了这个南墙 我希望你有机会回头看 谢谢南墙老师 其实男生的整个想法和心理逻辑 是很清晰也很好理解 其实就是向往美好 女生你的心理逻辑我想了半天 后来我想了一下大概有几条 首先第一个 这个时间节点的问题 你丧失了你自己的文化系统 你原来熟识的那个文化系统 是国外的文化系统 那是你游刃有余 如鱼得水的 但是离开之后 你其实是有很大的恐慌感和不适应性的 在这种过程之中你遇到了他 你当时在想 他是一个很好的帮你融入 现在文化系统的这么一个人 确实这个男生身上有一些不同的东西 他又有那种野蛮生长 激烈的霸道的那种东西 就是你会觉得他很野蛮 就野性很足 但是他身上又有一些素养 他又不是属于那种很低俗的 还有他的文气 他又有他的文气 这个时候你会觉得他身上的那种特殊性和特别性 他喜欢你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恰好是因为你和他身边的一些朋友是不同的 这是他为什么当时会被你吸引的重要原因 但问题就在于 就是我们热爱缺失 但最后只能和同频生活在一起 因为不同频 他就不舒服 他可能是爱吃肉的 你是那叠青菜 青菜挺好的 但确实他现在已经吃不下去了 我也不劝你说放手什么 你放不放手是你的问题 但是姑娘我劝你一句 谁不想要谁放手 谁不想要谁离开 好不好就这样 这女生其实好是两个人的事 但分手其实一个人可以做的 你为什么还愿意陪她来 我觉得她自己有很大的执念 就是我觉得还是要听一些别人的想法 所以你还是想善始善终 就是能让大家相对都不留怨恨的 相对轻松的分开是吗 对 是的 好聚好散 所以你看其实刚才陆琪老师是把你们两个人现在的状况呀 对感情的态度都剖析了一遍 我相信这个电视机前有好多朋友可能也会遇到一些情感当中的迷茫困惑 想找陆琪老师给你们来指点一二的话 也有个特别简单的方法 我们在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陆琪老师 你也别忘了说你是我们爱宝的忠实的粉丝 那这样陆琪老师会给你一个新手礼包 你们两个我真的觉得男生 每一个人对自己要有个清晰的认知 清楚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和别人相处的时候 我给对方带来的感受是怎样的 这个感受不是建立在我愉不愉快的基础上的 是建立在我欣赏的我喜欢的那个人 他的感受之上的 他不舒服了就是不舒服 他不喜欢听你讲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 你一定要灌输给他 那就是你没有建立在让他开心的基础上和他相处 我觉得是自私的 如果你真的爱他 真的欣赏他 你就应该放手 给他自由 送上祝福 女生我多一点点嘱咐 当我们重新回到一个新的环境 当中也要先去认知自己内心的需求 自己认知清晰了 再去寻找一个互相支撑的人 到此为止 说清楚 哪怕今天我们坦诚的分开 我觉得也是彼此的一场告别和祝福 我觉得一个28岁 一个29岁 一个连养生都懂 一个说英文很流利的人 你们会不明白 想分手就分手的道理 手机拉黑 通讯软件拉黑 会发生什么呢 不会发生什么 但是我觉得这样 就是很伤害人 你觉得在这儿 努力过这一番 他受伤害吗 我觉得他会 就是看开一点 你能看开一点吗 如果他拒绝你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 我自认为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 但是可能会理性到感情用事 理性到感情用事的意思是具体化 具体化就是说我对很多事情都会不感冒 不感兴趣 然后我特别想象中的 或者回迁梦营的一个样子 在生活中有了一个映照 挺具体化 我可能还会尝试修复一段时间 但是我对于感情的话就是很难 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修复 你的通信软件被拉黑 你的手机号码被拉黑 除非它消失在国外 不然的话 我的天 总有被你找到那天是吗 我只是想画个句号 因为我对于感情的话是非常重视的 我有两个就是自己的一个认知 我不听认知了 你就说人家坚决跟你分手 能不能不纠缠 拉黑你了你就不找他了 你也不跟踪他 也不缠着他 我不会做出以下行为 我生活的教育 不会让我产生这样的行为 那他如果说没能在国外消失 他依然在咱们这个国土上继续生活 将面对什么 我给他画个句号 然后的话 如果他想做朋友的话 他都朋友 如果不想做朋友的话 大家就当没件事 可以很好 女生我问你两个问题 第一 在生活当中 你和他提出分手 提过几次 明确的话得有三次 那为什么每次都又复合了呢 我跟他提了 然后他就是当这事好像不存在 他是不相信 他就觉得再努力 还是有机会的 那你为什么不能决绝的就不跟他见面 他也知道就是我的家庭住址之类的 第二个问题 今天来到这里的目的 我再和你确认一下 是想让他真的通过我们的嘴告诉他 真的你对他没有感情了 要分手了 还是还有感情 还有希望给他一个机会 就是真的分手吧 就是不合适 就是让他去迎接更崭新的生活 好 男生 听进去了 听进去了 好 消化一下 女生 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啊 你之所以选择和他在一起 一年分了三次 没有分开 其实里面有你自己的问题 当我们遇到了错的人 我们真的是要马上止损 要决绝地拿出自己的力量 而不是瞻前顾后 这样会给别人有一种错觉 哦 你在跟我希望 我弄努力 我做这件事情 我做得及时就有机会了 你会给人家一种错觉 同时让自己陷入到一个很干干的境地 男生 你其实在某种程度上 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 有勇气 但是如果太过度了 你就会从一种执着 变成了偏执 所以女生态度明确要分开 男生如果听了我们老师的解读之后 觉得想真的画上一个句号 给女生自由和他想要的生活 那你就不要出来了 好吧 我们请两对情侣都先回到门后 哎呀 这第二对是多少点沉重 看看这个男生到底还会不会出来 咱们看看他们的选择 来 请开门 希望这个男生真的能从心里深处认可这个句号 那今天分开了也希望他们能各自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的生活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 我们下次再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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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